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说的水这个媒介是人类花很多世纪都未弄清楚很多特质 水的通讯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如果我们要由空中、太空将一些信息传输到水底 仍然要花费大量的能量和技术上非常原始 即是说现在无论是北约等等 要做这个水底通讯硬件上和软件上的困难都仍然很高 即是说如果和水底的一些载具 例如我们说到潜艇做通讯其实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一些国家在说生死存亡的时间 即是说被对方用核弹打击 要做这个报复性的打击 或者我们俗称的二次打击的时间 其实就需要用到可能陆上和水底的潜艇 做一个通讯的沟通 真的了解到已经被灭国的时间 就执行回报复性的灭国行动 到时潜艇就需要发动到那些灭国级的核弹的攻击 这些题材就是我们来说 水面和水底的很难沟通的现况 已经被拍成了无数的电影 即是大家看那些什么Hunt for Red October 很多不同的电影 就是男长经常都要猜猜猜 究竟水面上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是不是已经被灭国呢 所以要出动到核弹的核部服的情况 所以如果能够做到 水面和水底的通讯 科技越做得好 即是说信息越传得够深 以及信息量够多和够清晰的话 当然可以避免到很多一些不幸的事件 甚至乎世界末日的发生 当然也都随着中国 它本身的军备一路发展 今天我们都会和陈博写一起探图的 就是如果中国 它们的094甚至乎下一代的潜艇096 真是那些灭国级的潜艇 随便都可以发射几十支灭国级的核弹 去美国那边 如果它们的水底通讯做得更好的时间 是不是可以协助到它们 将它们的潜艇放到更加之远 就能够更远都能够接收到 让它们的潜艇去做事 令到它们在水底的潜艇上越来越做得远 令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当然相对其他国家就没有安全 那情况会不会一直扩展下去的 好 那我们和陈博士聊天介绍 陈博士你好 是 Larry 你好 大家好 是啊 那真的讲起今天 中国的科学家 好像真的做了一些很厉害的事情 令到水底的通讯 好像做得比以前 例如北约的制式来说 就有点突破 但是讲起水底那种通讯 其实就相对比较神秘的 那陈博士可不可以先和我们透露一下 就是现在现时的科技 就是在那个空中或者水面做一些的传书 电信的传书 其实那个困难在哪里 还有一个原理是怎样的 那首先 Larry 你自己本身听开 那些潜艇的通讯 用开什么方式 就是如果我的潜艇是想 真的想和陆上指挥基地来通讯 那你有没有听过他们要用什么方法 有些聪明一些和蠢的方法都有的 例如说潜艇可以上浮 那如果它一上浮就没有了水的问题 那立刻就可以和卫星那些做通讯 那但不好处呢 就立刻给大家看得到它在哪里 那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那如果仍然潜在水底 那可能就和星纳浮标那些做通讯 那甚至乎就在上面 美国的做法就会有架飞机 那我们叫E6B 那它就会在空中那里飞 那它飞会过瘾的 它在尾上就可以放一条很长的电纜 说的是5英里那么长的 5英里那么长的电纜 它在发发的时候呢 那它那个 就是当然它那个飞行的轨迹 就要相当之巧够了 那就可以将它本身的那个Nanda 就是放出来的那个电波就入水 那但是因为它是用一个非常低的频率 那所以就要用一个很长的线 那这个就要看回大家在中学学的时候 那个科学理论 就是frequency 就是那个频率 和那个Nanda 和波长就有一个的关系了 那当中就需要用到这么长的电纜 才可以发放到一个很适合的电波 在水底的通讯 大致是这样的 那就是呢 你说那个电磁波通讯 就不止这个东西的 你说一般潜艇来说 最喜欢去探测东西 那它可以用升纳探测 是不是 那这个是升波来的 就是是关乎到你水的震动 来去传播你的信号 那然后你量到那些升纳反弹出来的信号 你知道前面是不是撞墙等等 是不是 那其实反过来 就是这样这样的信号 这些这样的升波 在水下的升波 是可以用来做通讯的 那所以 除了我们用那些叫电磁波来做通讯 用升波也是有得做通讯 那但是呢 为什么又要用电磁波又要升波呢 其实很似乎你是想通讯的对象和途径是怎么样 那如果你全部的通讯都在水里 那里 就是说那些信号 由A点到B点都是在水里面 那其实升波是没问题的 那 那 升波的缺点就是传送就慢 相比于电磁波呢 电磁波在水里面都会行进 而且是打个折的 那因为光的速度是比声音快很多的 那你要想一样东西就是 光呢 如果你说光和声音在空气里面 那你就知道在空气里面 一般或者甚至真空里面 每秒30万公里 但是呢 如果以声音 即光就每秒30万公里 但是声音呢 每秒呢 就三分一公里而已 去到水那里呢 声音会快些 就每秒可以去到超过 即以公里算的了 但是呢 光呢 就会由30万公里 打折打下去 只剩下20万公里左右 那就是20万公里左右 所以其实还是电磁波是快很多的 光就是说电磁波是快很多的 那 但是如果你想在水下面通讯的时候呢 用声波是反而容易一些 因为呢 在水下面的时候 你电磁波呢 就要很视乎你水这个煤界 和电磁波里面的反应是怎么样 对于很多的电磁波呢 水是不太欢迎它走的 那譬如你如果给红光 给纸光 在水那里呢 它照得不远的 或者你给纸外光下去 它也是照得不远的 然后红外光又好看 红外光如果是很近红色的 红外光也是照得不远的 而又很有趣 这个关乎水的奇妙特性就是 你给南光下去它照得远一点 传递得远一点 然后呢 这个水呢 又会对于一些波长很长的 那些电磁波呢 就会 又会 难阻得少一点 那所以为什么呢 Larry 你刚才提到 哇 上面有架飞机 一条很长的那些 那些线是什么意思呢 你要用很长的线 来量度那些很低频 波长很长的电磁波 因为这些电磁波呢 是没有那么让水可以阻碍到 那所以如果你想在水下面 用到电磁波来做通讯 而不用声音的话呢 你就需要呢 用一条很长的天线 专系收这些很长波长的信号 越长波长的信号 你这条线就越长才收得清楚的 那所以为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你的潜艇 是没有一架中间水面的船 来帮你做接力 将讯号由水那里接力上去 天空那里再飞去其他地方的话呢 你是想单单透过电磁波 由你的潜艇直接把讯号飞出去 可以跳过水之外 再在空气那里再传上去呢 那你就需要用到很长波长的那些电磁波 否则你的信号就没出到水 已经被水自己包住了 拦住了 那但是如果你用声音呢 声音就是困住在水里的 声音的信号是很难可以 由水里突破了出来空气那里的 那所以呢 你那些海底的生物 怎样叫 怎样叫 在水里面怎样吵 你水面上不是很听到的 那这个你一比较 然后呢 你用两种不同模式的通讯的情况之下呢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呢 就是说 潜艇的通讯很多时候就会依賴 要是 你要在上方 你如果不想上水里面的话 你就要在上方有架船来去做接应 就和 于是你上方那架船的船底和你的潜艇 就想去沟通得好些呢 就用声纳来去做沟通呢 那你的资讯传说量就会多些 但是如果你用电磁波不是不行 但是因为它的波长很长 才可以做有利 就是一个比较远距离的通讯 但是波长越长的东西呢 资讯攜带率就很差的 所以呢 就是你有架船在水里面 你可以选择一个 傳送有效的方法 然后由那架船 再帮你把那个潜艇所需要 传去其他地方的信号 就由水面那架船来接力 再帮你传出去 那这样是其中一种 就是 运行的模式来的 另外一种就是 你刚才所说的 要有架飞机在上面飞 放一条很长的天线 令到下面的电磁波信号 穿过了水之后 再上到水面上面 飞机上面都可以收到 那 然后 甚至乎再将它再转播出去 那这个就是另外一种 那个传播的模式 那其实好看就是 你是为了去增加那个 接触到潜艇的机率 和增加整个活动的灵活度 才去按你的需要 来派不同的东西出去 来跟潜艇做沟通 那中国这次 它其实是在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就是想研究一个 就是我可不可以找到的方法 就是用无线电方式 就是用电磁波 无线电的方式 都可以做一个 比较远距离之余 亦都是那个资讯传输率 是可以较高的一个通讯 现在它就声称自己 能够做到一个方法 就是说 找到一个方法 就可以做到 比起北弱的 它的资讯传输率 还要快了四倍 这个就是它自己 就是claim这个东西 而且我看到它里面 有它自己 用到的一个独特的技术 来做到这个突破的 嗯 如果这样看 中国其实它这次 这个具体的做法呢 其实就比北弱的做法 或者有什么优性的地方呢 那首先讲一下北弱 它的标准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北弱就 肯定是有很多潜艇 就是你想想 你二战的时候 打潜艇战 在那个 就是欧洲战场那里 有多严重才可以的 所以它们有一个很强的传统 去玩这些东西 另外 就当然美国也都有了 那北弱呢 它就是这样的 首先你要知道它们通讯的频率 它们其实大家都用差不多的频率 因为你选择不多的 你现在譬如说你收音机 你就可以好像很多的频调给你用 是吧 就是AM好 FM你不同制式好 都会有不同的频调给你用 由九十几到一百零几 那你都可以用 是吧 那 你要明白呢 因为 刚才有提到的 和潜艇做通讯 做电池波的通讯呢 你一定要用一些频率很低 就是说 信息攜帶力很低 但是波长很长的电池波 那就是说呢 它的频率很低的 低到多低呢 8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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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比较一下我们收音机的频率 是说的 FM100个Megahertz 就是Megahertz 那些 Megahertz 就是那些 100万 就是说的 100万 1000万 1亿 就是频率是1亿 但是你如果是那个潜艇用的频率 不是1亿 而是80 这么小的数字 那 那 资讯攜帶量很低 而且要用很长的天线 但是没办法 因为如果你想穿过在水里面 走得比较远的话呢 你是要用这么低频率的东西 所以 无论中国好 北约好 美国好 它们如果要和这些水下面潜劲做通讯 它用的频率 几十的 如果你要再低一点的呢 就可能迫到它那个传播得再远一点 但是再低一点的资讯攜帶率 又要再正比下降 所以很头痛的问题 所以你说全世界 你说如果想进攻这个 用无线电波去和潜艇做通讯这个问题 各国都想得很头痛的 一样东西 那 北约也好 或者很多其他做电子通讯的人也好 提高那个资讯传说的方法就是 不如这样 几个频率并行 比如说 我80Hz的这个频率 我传一个信号 同时间我78 76 82 84 我们这些频率 我都一起攜帶多其他资讯 然后去到它那个收音机 不是收音机 就是那个接收器 才去把这些资讯整合出来 那你多几个频率一起传 就是平衡地齐头并进 那它就可以做到 每秒钟做了全900bit 其实听的数字很小的 现在我们移动一下那些 你想一下宽频是1000Mbps 是说这些这样的级数 但是它是说900bit 就是很慢的 就是慢过我们以前那些 打上BBS modem那些 很多很多 但是没办法了 那你要折制自己的资讯传输流量 但是你要维持到的传输 你就迫着用这么低的频率 那中国现在它就说它用自己的技术 就不是做到900那么少 北约就做到900bit per second 中国就做到4000 那它那个位置是在哪呢 那其实它就不单止 只是用了北约的那套方法 因为如果你只是困了那套方法 你很难做到一个很以倍数计的进步 那翻查一下 它就说它就利用到一个叫光的偏振特性 那我觉得这个是聪明的做法来的 就是如果熟电磁波 有些物理学筋底的朋友 你可能就会知道 什么叫偏振的特性 Larry 你首先知道什么是偏振特性 这个就是中学物理读过的 不知不要緊 它们行进的方向 就是它那个行进方向 如果你交叠了 我们那时候学一下 那其实你会cancel out each other 那如果你搭起来就会加强 那这个就是经常说的 你讲了另外一样东西 那就是你不知道 你讲了官司那样东西 我知道就是太阳眼镜 用了这个polarization去cancel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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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另一个比喻 看看你怕不怕到是什么 你小时候有没有试过 貪得意拿人家跳繩子跳繩子 是这样的去摸摸摸摸摸摸 或者你见人家跳舞 你大约知道就是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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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什麼為之偏震 很局部地偏震了穩定的偏震波動呢? 就是你可能只保持著 我只是上下搓的繩子 或者我只是左右搓 上下搓和左右搓其實是屬於兩個互相獨立的偏震 所以其實我就嘗試用你拿著那條跳繩的繩子 來將它上下搓還是左右搓 從而去製造到一個波動出去的這個圖像 告訴你 其實偏震就是一回這樣的事情 其實就是 光亦都會有這樣的表現 因為光是一個電磁波 你的電腦究竟是上下搓還是左右搓 其實就是兩種偏震來的 那現在呢 其實這種是光的很基本的特性 那中國有幫人很聰明 他就說 為什麼我不運用這個偏震的特性 來將資訊放進去呢? 我可能將那個 譬如他的電腦的訊號 他上下震 和他打斜震 和他左右震 是分別都代表著一些訊號的 就是可能是一些零和一的訊號的 都放在那裏 因為同一個光 你除了那個波動大力一點 細力一點 是不是? 就是你將那些叫做波幅的高低 你可以放一些資訊進去 或者就是你那個頻率變化 頻率有時快了有時慢了 又可以放資訊進去 然後現在就是說 連那個偏震的方向 你都可以成為你放資訊進去 那就是很聰明 利用光的另外這種特性 來放了這個資訊進去 那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他是真的可以做到 比歐盟那裏的傳輸率做得更加好的 因為他是絕對用一個很基本的 就是對於光的物理學概念來放資訊進去 那就是 簡單來說 就是或者中國那個技術和那個北約有什麼不同 就是在這裏 那照道理 如果你說純粹以Polarization 就是這個偏震的作用 就可以做到一個加幅 那沒有理由北約搞幾十年都不做這些事情 還是他有些殺手間 或者有些東西收起來 可能我們就很少管了 但是陳博士你看開 是不是都有一些端藝 你們平時做study都會看到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我們去推敲的 他們有些東西收起來買 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這些東西是成本效益問題 要你想得這麼辛苦 盡量將更加多的資訊放進去 很多時候等於我們自己到月底糧尾的時候 你都是只剩下幾天 就是你都不會那幾天突然之間 可以找到很多錢的方法 那唯有是什麼 最便宜的方法就是省 是的 你可以想一個通訊的方法 令到你的資訊能夠壓縮得有這麼小 可以這麼小 所以很多時候你的資金 寧願放到資訊壓縮技術 都不放到這個開發去通訊得更加有效的這個技術那裡 當然其實兩邊都有繼續投資下去的 但是這個突破 大家會覺得很難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那麼中國它用的技術呢 它用多了這個偏震 光的偏震特性來放資訊下去呢 也都不是沒有它的缺點在這裡的 因為偏震光呢 如果是偏震的波動呢 你將它在周圍的環境裡彈一下彈一下呢 是更加容易出現一些自我干擾的情形的 就是也都是那個 就是除非你將周圍的地形的資訊掌握得非常之仔細 否則就是你要去過濾到周圍環境給出來的干擾 是有它的困難的 還有就是偏震光這些都是的 你要好看你在由一個什麼角度去接收和觀察去 那是給多了一些額外的限制出來的 所以在這裡就是有辣有不辣 就是在一個你擺得很漂亮的設定之下 它應該就能夠做到一個這麼理想的資訊率 但是如果你實際上在戰場的信息慢變的時候 能不能夠維持穩定性呢 那我在這裡就留了一點點的問號在這裡的 那又多說一些其它花邊的 就是可能這裡不可以說太多了 剛才一開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當我說那個水這個煤界 對於不同頻率的光距的穿透特性 哪個放行多些哪個放行少些的時候 藍光是特別放得多些的 所以的確其實你看回資料 二十幾年前美國的DARPA那裡 已經是出了Tender來叫別人研究 可不可以幫它想一下做這個水底下面的 藍光高速通訊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藍光的頻率是很高的 就是高很多的 當然它又去不到那些 就是說的數字 可能那些天文數字 說來也沒有意思 那相比 就是藍光它的頻率 相比我剛才說的 那些只有80Hz那些 就高很多很多 那所以它的資訊攜帶能力一定高很多很多 但是我又會有一個疑問就是藍光 大哥 我的眼睛都看到了 我游游下水都看到了 那變成它是不是一個很有效的 拿來跟潛艇做傳輸的一個信號的載體呢 那這裏又有另一個疑問在這裏 那可以這樣說 暫時來說 你要克服這個潛艇在水底的傳輸 去令到突然之間那個 可以資訊傳輸量去大很多呢 是有很多物理限制在那裏的 你如果想單獨地的潛艇 自己有一個信號 可以飛去離開水面 再飛去其他的目的地那裏 其實是難的 這個物理上給了很大的限制 那所以目前來說 我們暫時看到還是說 你很依靠水面上面的 藍艇的支援 甚至飛機的支援 去幫它做這個通訊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那其實就是因為要克服這些物理限制 嗯 還有在麥克風那裏 就是博士姐談開了 美國呢 它就會用一架飛機 拉支5英里那麽長的電纜 去畫一畫 這樣就要圓桶化 但是某程度上呢 都會有一點點揭露給大家聽 在這裏附近呢 大概啊 就是這裏的十個mile左右呢 就會有架潛艇的了 歡迎大家過來搜刮它 其實都有少少這樣的情況的了 所以不是去到最厲害的情況呢 都不應該會見到這一種的飛機在那裏 那中國又怎樣去克服這件事呢 飛機我就不太覺得了 但是他們現在呢 這個發展呢 就是講到它 會不會是空中發一條東西 還是可能是在水上伸一條艦下去 跟潛艇啊等等的東西溝通 他現在暫時的報道呢 他的實驗 他這次是一個實驗來的而已 就不是說真的在講實際的軍事應用的 但是都明顯看到就是 他如果在這裏做的效果好 他就會是實際應用的了 他的實驗裡面 他就去到南海這個地方那裏 就放了一條一公里長的電線下去 就是那個 就是你可以當是一個麥克風 就是專門用來接收這些低頻電池波訊號 就放了一公里長的電線的天線 其實這張不是上天的天線 是插了下海的海天線 OK 然後就跟一個30公里外的一個 就是水底的物件來去做溝通 就發覺就能夠做到去4000個BPS 4000個bit per second 就是他的設定就是比較固定的 你可以想像 你可以想像就是有一個船或有一個浮台 就是添了一條天線下去 就是向水底方向 然後在他外面 某一個方向某一個距離 就有一件事就跟他做傳輸 就是一個比較原始的性質 而且就要用到那個偏震光的這個這樣的特性來去做 那都是回到剛才所說的 到你真實際應用的時候 它的那個表現會不會隨著 你的潛艇究竟處身在這個天線的哪一個方向 哪一個角度 或者甚至乎潛艇自己的天線自己調得很不好 那裡又會有關呢 那另外就是當那個水底環境更加複雜的時候 會不會那個干擾 自我干擾的情況會更加嚴重呢 那就是這些暫時就沒有什麼詳細資料去看到 但是如果你問我的話 運用到偏震特性來去擺資訊這件事 我都覺得是一個 就是絕對是可以嘗試的一個方向 那所以我覺得 你不要用軍事角度來看 當是一個科學實驗院去做 我都覺得是一樣的進步 我會說是 在這個戰略上去抵禦美國 它就需要將他們的核潛艇 尤其是我們說到 是那些滅國級的潛艇 可以出到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 甚至乎去到第三島鏈 這樣才可以真正打擊到美國全境 所以在這個情況 他們的潛艇基本上就越走越遠 但是越走越遠的風險 就是你有大洋的潛艇能力之外 你還要和中央軍委能夠溝通到能力才可以 是否都要主席一聲令下才會發放呢 那些核彈 就不是像外國那樣的軍官 他們某程度上都很大的權力 決定究竟是否應該發放 滅國級的核彈 做這個核報復的情況 尤其是在和外間的通訊 仍然是非常隱蔽的情況 所以某程度上 中國要發展這個科技 那個渴求是比西方更加重要 因為它是要緊緊跟著 就是擋指揮槍的這件事 就知道槍就不能亂來的 所以這個通訊的能力仍然是十分之重要 不過如果現在的核潛艇 都仍然主要都在自己的港口附近 游役會多 或者其實主要都最多在南海的 可能相對通訊上會比較容易 剛才陳博士說的 就算用船跟他做通訊 如果仍然在中國的內海 就是南海的內海 其實都仍然是相當之方便 所以日後是否會發展到 好像美國的E6B這一種 就是5英里那麼長的尾 還是它會有其他的科技 會發展出來給我們看 就是利用到這個偏振的效果 我們日後再看回報道和更新 和大家更新 今天謝謝陳博士 大家也可以like我們的節目 也可以免費訂閱包括科學新資 和國母棄言兩邊的情況 我們在其他的消息 就和大家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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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